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现在录音的时间是夜晚的11点25分 今天大件事了 我们由东张西望开始坐着对着电视 一直到现在我才离开 哇,惨啊,这个星期有这么多东西看的吗? 稍后我们先讲这个星期的 刚刚收到的一周收视 要看的朋友应该都经网上的媒体都看完 我想大家都是想在这里聊聊天 或者这个地方留下言,是不是? 好,照顾了 上星期的一周收视报告 根据CSN媒介研究 即是Bora收视资料数据显示 三线剧集全面暴升 三线剧,有没有搞错? 我记得有一次收视报告是写二线剧集的 到底是二线剧集还是三线剧集呢? 上一次二线就没有算外回家 今次也计算了,可否统一一点? 好,先来看看上星期的收视冠军是谁 对不起,东张西网 让一让老,别人大结局 气势好一点 蛇丝曼林峰的家族荣耀之继承者 跨平台直播收视多少? 最高25.5点 166万观众 比上星期升了多少? 升了2.9点 就成为上星期的收视榜首 可以分享一点点 一点收视有多少人? 大约是6.5万左右 接下来是处境剧 外回家之开心速递 最高收视21.7点 141万观众 升了1.2点 上星期都是二字头 今星期再多一点点 今天这集也挺有趣 红家所有人都调乱了身份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 别人的东西是简单点 别人的生活容易一点 只不过我们是不清楚 当我们真的墮入别人的身份的时候 过别人的生活 做别人的工作 我们才知道 到底对方的苦放 很多朋友都说 做freelance 真是舒服 又自由 你又说自由 我们做到三四点都没睡觉 大家不知道 星期六日要开工 大家不知道 等一张票 大家不知道苦放 刚刚才有人说 拍了剧后收不到钱 被人拖货 但别人都说 我们公司是不喜欢拖货 你遇到这些 你就知道什么叫吐血了 三线剧 剩下哪一套呢? 就是这套飞天爺爺 非常之欲劲 很好奇 到底这个星期的收视是多少呢? 上星期就滴下山了 这个星期到底是再滴下谷底 为什么可以爬上来呢? 幸好 繁花上星期的最高收视是15.5点 101万观众 升了0.9点 真是幸好 上去100万多一个观众 好了 说完三线剧 回到东张西望 东张西望这个星期怎么办? 虽然没有了冠军 但它的收视是一样都不错的 是有24.3点的 158万观众 升了1.2点 就成为上星期的收视亚军 上星期有什么话题呢? 骗人旅行团 真是 哪有这么大只甲垃圾 下次大家遇到这些好处的话 真是小心点 经常都听说到 除了旅行团 还有投资或者做事 什么都不用做的 加少少钱 你就可以赚钱 赚大钱 有这么好处的东西 为什么我自己不做 要找你去做呢? 做不完 你别傻了 哪有这样的 接着到10点半的时段 就有方力申 黄翠玉的拍档厨房 刚才我本来打算在这段时间录制 但见到今晚的嘉宾 有萧正南 萧正南加黄翠玉 也有点吸引力 就看看吧 于是乎就搞得这么晚才录制 好了 到底上星期的拍档厨房 最高收视多少呢? 10点 4点 68万观众 没有升跌 其实就一般不好 10点 4点 对 有点矮矮的 随时再跌的时候 下个位数字 就跟别人看齐了 各位 不太好 好了 到这个星期四五的 玩转 心中 懒人包 最高收视 其实都不是好 10点 2点 66万观众 升了多少呢? 少少 0点 1点 我看了少少 其实真的不是差 但只不过整个节目 无论是卖相也好 主持的方法 拍摄的方法 介绍的景点 食玩买 所有的东西 跟以前那些 真的差不多 感觉好像又是重复 重复 所以未来 我相信都会有这些节目 类似一些 直入式的广告 再遇到这些情况 这些景点 这些资讯硬料的时候 怎样能包含他 有些新意 好玩些 即是是时候要去想想 来到星期六日 这个节目 我自己是挺喜欢看的 算不算是TVB 每个夏天都会有的节目 就是阿博 金刚 大班Artists 最重要是美女 还有三点式 还有泳衣 一起玩游戏 豪玩夏水蕾2024 最高收视 不错 每个十六点六点 一百零百万观众 接下来 这个节目 上周我也是这样说的 他比我感觉 和玩转心中懒人包 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太重复了 那个感觉 就是黄祖南的一条马甩在东莞 最高收视 十二点五点 八十二万观众 好了 礼拜日 福禄寿训练学院 这一集我还没看 昨天去看中年好声音的演唱会 今天就已经做了一集的官流感 上去YouTube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 原先打算今天下午回来看 然后录一集 但就没有时间 到现在我还没知道 发生什么事 今天看广告 才提醒我 下一集就已经是最终了 完整了 福禄寿由最初知道做到一路看的时候 那个落叉也挺大 最初我还挺期望 他会做到一些成绩 做到一些热潮话题 但似乎真的不行 早期那些除了班奖礼之外 其实一路我也觉得不太好 是近这几集 开始被学员去发挥的时候 我才觉得来了 但是来了的时候就已经完了 好了 刚刚昨天这一集 最高收市有多少呢? 不过都不错的 18点、7点 122万观众 至于一路烦花有多少呢? 都OK 15点、3点 99万观众 接着是去到哪? 吃到哪? 这个节目 最高收市12点、2点 80万观众 以上就是今个星期 刚刚收到的收市报告 之前提到繁花的时候 我说有些东西想留在节目尾分享 繁花的话题到今天 相信都是配音的问题 TVB配音组的人才流失 都说了一段颇长时间 最近有个群组出了一个post 今天也看到有些网媒 用来报道 话说他们出了一幅图 一个list 就是说 TVB配音组里面的配音员 到底到什么时候 合约就会结束了 而TVB就不会再跟他们续约 于是可以根据这个表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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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配音组 去到明年的话 就会拜拜 下面更加写 如果到时TVB 单方面委约的话 整个配音组 就会拜拜 我有点点疑问 到底这个清单的料 在哪里拿回来呢? 他可以知道整个配音组 所有人的合约 何时到期 这些都相对是比较私隐的问题 如何拿回来呢? 虽然我知道 这个群组 以我理解 他是有些配音组的配音员加入 前配音员也好 现在配音员也好 但这些资料 会不会大家分享 我有点点保留 又或者根本不是秘密的东西 其实没所谓 但他最后加了一句 我觉得是否写多了呢? 他说若果TVB单方面委约 其实若果委约的话 是犯法的 所以公司是不会委约的 如果大家想提前解约的话 大家坐下谈 都要双方大家OK才可以的 事但一方不OK的话 都不可以的 所以是没可能TVB单方面委约这件事 但是TVB配音组的去向又会是怎么样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关心 因为真的会直接影响到很多TVB的节目 外购剧 卡通片 甚至乎其他的节目都会受到影响 但似乎一直都没有什么TVB正式的回应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或者大家很想得到TVB的回应 其实是有个方法的 偶尔都会有些网友留言 非天爷爷 你和TVB熟悉 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 不可以的 因为我是不熟TVB 我不会人的 我联络TVB的方法 和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想TVB.com 里面有一版 叫做联络我们 如果大家有什么查询 例如关于配音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反映 有什么投诉 我之前买TV Super 有什么问题 我都是经过去问 TVB.com 有一个栏 叫做联络我们 有电话 有电邮 有网上表格 大家可以经过去联络TVB 至于有什么节目 几点钟做 六星期几做 也很简单 TVB.com 有一栏叫做节目表 上网查询 就会知道 OK 最后 补充一点点 关于昨晚看中年好声音 演唱会的一些感觉 今天下午就录了一集节目 至于昨晚拍了一些照片 例如台上表演的情况 又或者是我座位附近 我留意到有什么有趣的话 我会陆陆续续在我的Facebook Fan Page 和我的IG 和大家分享 不会一次过扔上去的 即是逐一逐一整理好 才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若果未知社交平台在哪里 上去IG 上去Facebook 搜索 非天爷爷便会找到 好吗?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 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大家好!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非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记得按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苯一被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各位朋友 点赞 先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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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